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健》 大家一看就立刻发现 好像少了一点 这集因为施生有些公事上的繁忙 就来不了录影 但其实上一次我们曾经请过许智 是吗? 浩德? 反应好像也不错 是的 很多观众都说要听多一点许智 已经分析国际时事 所以今集施生虽然不在 我们特意访问了许智 不过他也有走线来不了录影厂 所以以下视频就是录制了 给我们FINANCE 730的观众去看 我们将时间交给许智 今天小弟就和大家看一下 两组比较重大的新闻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香港和内地的 一个经济数据的表现 主要就是反映过去的一个月 即是2022年的7月 以及今年的上半年 1至6月相关的数据 当然不是十分理想 最重要的不是这些 具体的数字 或者百分比 有什么变化 而是背后的原因 无论是官方 还是我们所谓民间自负 的解读是不尽一致的 既然解读是不尽一致的时候 究竟两岸四地 特别是中国大陆 应该以哪些宏观调控的政策 去适应 去促进 去改善呢 很可能 就会获得一个南沿北撤 不同的一个结论 另外一组的新闻 就稍微远一点 但是和我们香港人的关系 都是非常紧密的 就是分别在英国和美国 就出现一些乱局 表面上都是因为政治 因为社会福利 凡此从总的不满 但其实背后小弟 都是用一个通胀 或者你可以说一个 一个恶性的通胀 去作一个相关解说的基础 而这个恶性的通胀 对于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收入群体 以至是社会背景 知识水平的民众 造成一个既患寡 亦都患不均的状态 而这一点 会不会由所谓 美国英国的内政 然后就蔓延 成为了他们外交 乃至是安全考虑上的一个外言 而最终就冲击到 我们所身处的印太地区 而我们将这两组的新闻 不好意思 将它综合去考虑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中国和美国 不单止在经贸上 特别是有形贸易 即货物贸易上 纯此相依 彼此互相影响 其实宏观的经济政策 包括货币的发行 包括我们的息口 包括一些贸易体系的调整 乃至对于很多战略产业的扶持 我们的劳工的福利 其实彼此都已经结成了一个利益的共同体 如果我们是因为一些非经济的因素 比如刚才提到的安全考虑 甚至国防的考虑 战略的考虑 而必须人为地脱钩的时候 由此所引起的代价 固自然是非常之大 但是刚才所讲到的 既还寡也还不均 在全球疫症肆虐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发现 好像全球暖化 全球都会受到損伤 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所处的地势不同 我们所处的地缘环境不同 全球暖化 水位上升 或者变得越来越干旱 其实对于不同的地区 受到侵扰 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 用这个逻辑 或者用这个思维 套上去刚才所讲的 中美国内的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 甚至无人为脱钩的状态之下 又有某一些的经济体 比如好像我们香港所受到的影响 可能比起这些所谓地震的发源地 其实是来得更加大的 假如是这样 我们香港的一般市民也好 特区政府也好 或者是以投资收入 作为我们主要收入的一些群体 家庭甚至企业来说 就是要万分当心万分注意 因为我们香港 不单是一个小小而开放的经济体 而本身在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 乃至其他的联系上 都是深深受到世界两大经济体 即是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影响 事不宜迟 我们先看看第一组的新闻 内地七月工业零售下 这个固头的数据 其实全面是信预期 当然这个信预期 是否等于情况非常之恶劣 或者很差呢 小弟个人的一个评判和分析 就是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关键 而是说更宏阔地去看 就是将我们拉动经济的三头马车 消费、投资 以及外贸综合去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约略都摸得到 2022年的第三、第四季 甚至是无名年年初 即是未来的六至九个月 大体上 作为两岸四地经济体的核心 就是中国大陆的经济走向是如何 那比较遗憾的是 小弟也斗胆说一句 我的判断、我的分析 和官方的说法 乃至官方的做法 其实是不尽一致的 所以我们就 且立此传诀 时间也不是很长 小弟也不是风水佬 看看半年至九个月之后 小弟的判断是否仍然 也就是说可以 严证一下我们现时国务院 特别是财金相关部门的一些措施 乃至是我们的央行 人民银行的一些手段 是否是合适 我们为中国经济把门 而应该开的药方 那详细一点来说 就是这个国统局 公布在七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按年增长只是3.8 比市场预期的4.3 是低了不少的 那么今年头七个月 2022年1至7月 工业增加值按年的增长 亦都是只有3.5 比起我们头六个月 即是刨除了七月之后 是快了0.1的百分点 就是基本上都是持平和温和 而更重要的就是 同样都说七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就是三万五千九百亿元 这个人民币的 按年的增长只有2.7 比起上个月 即是今年的六月 是回落了百分之0.4 是千分之四 比起市场预期增长的4.9 这个幅度 是比较明显的 而今年头七个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就是24.63万亿 按年下降 轻微收缩了是千分之二 0.2的百分点 降幅比头六个月 是收窄了半个百分点 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外贸固自然在吃紧 但是最明显的 就是无论和预期相比 无论是和去年同期相比 还是和首六个月相比 其实我们踏入下半年的第一个月 七月份最明显比较吃紧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零售消费方面 也就是说我们原先 由2020年之后 比较强调的 过去的六至十二个月 是提倡得更加多的 所谓的双循环 其实基本上 是并不能完全地落地 或者发挥它的功用 因为我们看到 在过去的一个月 其实我们中国的 对外贸易方面 由于我们的进口 其实是一个停滞不前 甚至没有轻微有所萎缩 但是我们对美国 对欧洲 特别对美国的销售 其实仍然是有所增长的 而对东盟 我们比较重要的贸易伙伴 增长还比较可观 在一增一减 或者严格言 一增一停滞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的贸易顺差 反而是创了近年的一个新的高峰 也就是说 原先我们最担心 因为新冠疫情 因为贸易脱钩 因为凡此种种的原因 从而导致中国的三头马车 外贸方面承受压力 似乎担忧是没有成为现实的 不过这个并不是好事 因为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的外贸 比预期稍为顺畅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的内需 我们的内需 各式的零售点 其实的表现是相当停滞的 甚至在个别环节有所萎缩 所以从这样去说 整个大的策略 所谓双循环 特别是依靠内循环为主的 无论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也好 还是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作为一个独立关税区 其实这个究竟是愚梦幻炮影 还是真是一个愿望可期 在这里小弟就落一个注脚 我长期都是有所保留的 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 两岸四地的经济体 仍然是高度依赖外贸的 外贸在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上面 尤其是在年度GDP增长上面 拉动的作用 仍然是占第一位的 而这一点 这一点就和中国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 仍然是偏低 这一点是直接相关的 而其他的数据 和小弟分析 亦都是约合扶折的 比如我们看到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就是31.98万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是比较明显的 是5.7% 但是比起我们今年上半年 一至六月 其实已经是回落了0.4个百分点 比起市场所预期的增长6.2 其实也是有所不如的 而值得我们关注的 就是说我们的城镇的失业率 7月份大概是5.4% 算是一个中度的失业 不算非常之严重 比起6月份 亦都是轻微下降 0.1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看到两点 第一就是31个大城市的 城镇失业率 比起这个数字 是温和地高了一点 而其次更严重的就是说 我们要消化我们新毕业的大学生 即1000万的大学生 其实他们的青年人的长期失业率 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 所以在这里 我们结合美英的一个乱局 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庄园被人搜 共和党的支持者就上街 与此同时 英国就是一波又一波的大罢工 就是现营 其实小弟的判断 第一就是和在野党 美国就是共和党 英国就是在野工党 是有一些关联在 但是更实际的就是 无论在野党 如何去叫动都好 其实主要民间的怨气 都是来自于 異常高的通胀 英国的通胀 已经再一次挑战双位数字 英良银行其实都相当头恨 在未来的一至两季 美英陷入一个滞胀 其实基本上都是可以预见的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人行假如减息的话 怎样避免 怎样避免人民币的 在中国大陆的资金进一步流走 甚至令到一个输入性的通胀 令到中国的基层民众更加白上加根 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注意了 因为正如习近平主席 去官方东北的时候 都提到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其实强调的是共同富裕 不是某一个阶级 所以在这一刻 小弟就认为 相比起经济增长 其实国务院的领导人 应该更注意 第一就是所谓输入性通胀 输入性通胀的一个风险 第二就是在城镇里面 年轻的大学生如何尽快 例如理想地 希望在六个月或者最迟 在九个月之内 尽快消化他们的就业 这一点我认为 是比起经济的增长 来得更加关键 以上是小弟许晶的余见 给大家去稍为参考一下 不代表任何的平台 或者任何的机构 好 多谢许晶的分析 我们未来都会请多点你上来 因为观众都觉得 你分析得非常之好 好的 我们下一节 还会有一个重量金的嘉宾 讲一讲虚拟货币最新走势 是谁来的呢 就是之前上过来的张涛 如果各位观众 对虚拟货币近来的大幅反弹 想知原因 或者最新的分析发展 记住收看第二节的股坛事件